嗨 歡迎收看超超超超超超超級速點評 各位好 我是小小林老師 那因為我今天在高雄出去玩 所以用電腦幫大家呢 快速的講評一下今天農新妹 深珍旭怎麼樣贏伊立了的 那行進致詞 現在手速是第九十四手 白璣剛剛在左邊撞了一手 那現在職黑的深珍旭 在第九十五手的時候 打出了非常精彩的一部妙手 就是把琪點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真的是很難想到 他是一個高級的試硬手 簡單來說就是先問白琪要怎麼硬 比如說白琪這個力跟這個彎 都會被這個檔會變成一個先手 這個先手的話 黑琪就很好處理左邊 如果說實戰 白琪是走在這個接觸 他是最強硬的下方 為什麼? 因為如果黑琪直翼要搬過去的話 白琪就直接斷完一場 與黑琪中間做拼搏的動作 那黑琪現在是沒有成算的 但是黑琪這樣子有個好處就是什麼呢? 就是中間一旦走強之後 等一下就可以搬過去了 等一下這個搬完一搬就成立了 所以變成白琪必須要在左邊 多花一手琪 如此呢 黑琪就等於是在中間連走兩手 那連走兩手什麼好處呢? 就是可以亮出這個屠龍刀 肩完一衝 最終的結果呢 就是成功的把中間的這個白琪 全數給殲滅掉 所以呢 本局最MVP的一手琪啊 就是點在這個位置 好啦以上就是今天的超超超超超超超集速點評 那我是小小林老師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